最近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前几天一场暖雨 把之前的积蓄融化得差不多了 天暖的生活也充满希望 最近我们在点评大家的社交媒体账号 作品集等 我们还在修复老照片 这张照片里右侧的孩子 就是之前视频里的女同学 作为我旁边的男同学 还给我展示了他们家的许多老照片 不多不说 他们的长辈过的生活 比中国人好太多了 这就是我父亲 所以他说这是你父亲 我认为这是你父亲 这是我父亲 我认为这是我父亲 那是你父亲 那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我认为这是我父亲 这是我父亲 我认为是在1930年 可能是在1920年 这是我父亲 我认为是在1958年 我认为这是在1958年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父亲 在背后 最近的视频课 我们点评了前阵子做的sequence video 那天上课的中午 老师跟我说 谢谢你给班级的整体水平 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这周我们还提交了各自的采访视频 下周会做点评 这周四我们学习了demonstration video 课上老师让我帮他拍摄了一些分镜头 前阵子情人节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活动 可以赢取sex drive 现场大家一起做数字游戏 随心填满格子 就可以去挑选一个奖笔 每个得奖的同学都特别开心 这种活动怕是在中国不太可能体验的到了